华联市主农理活动中心3月将开始进行耐证补强工程 市长魏佳燕在工程队长于世伦的陪同下 与市民代表江凤仪、主农理长刘冠宏前往会刊 而施工期间福气站以及礼办公室 分别移至福建街的有名装福德工一楼二楼 而仕途乐领馆则暂时修管 而施工期间造成的不便 市长魏佳燕请民众多加包容与体谅 花莲施工所获得县政府补助经费 进行主农理活动中心的耐证补强工程 希望可以提升建筑物的结构 让社区民众有安全舒适的活动空间 现在我们即将开始要做主农社区的耐证补强了 原则上我们大概四到六个月 在这边我要特别的感谢花莲县政府补助600万的经费 让我们来做耐证补强 主要是我们结构上的一些补强 以及我们有一些在0206受到地震的一些裂缝的维护 那还有一些门窗等等的一些修补 那在这边也要谢谢代表会 那我们资筹款的部分是120多万 那总金额是720几万 那也希望说这段期间 那我们主农社区的老大人们都可以对我们的工程 那希望他们给我们包容 那也希望说工程完毕之后 还给大家一个非常好的一个空间 施工期间里办公室和福气站也在市民代表江凤怡的协调下 暂时移到福建街有名庄来使用 我们主农里活动中心呢 其实在我们主农社区发展协会的那个之下呢 我们有办了很多的活动 包括我们礼拜二我们事工所的福气站 礼拜三四五还有我们县政府的关怀站 还有呢我们客家的一些歌谣 还有客家的客 所以活动中心使用率非常的高 在此我要谢谢市长卫嘉燕 帮忙把这些老人家白天的活动 完全都不受影响的移到福建街84号的二楼 那么也希望啊 有来我们主农里活动中心使用的 各位老大人 各位乡亲 能够继续的来热烈的参与我们主农社区发展的活动 总经费728万将针对地上四层和地下一层实施RC扩住补强 大幅提升结构耐震性能 同时也修补0206地震后造成的梁柱裂缝 还有门窗更新等 预计在今年6月底可以完工 介络会幻市报道